让2014年零组件的生产线总是功不应求 其中的滚珠裸杆更是关键 安装在机器人上面 就像是一只可以自动伸长的手臂 不但精卷度高 在速度跟耐用度上也大为提升 陪伴新闻就独家直集 台湾北部最大的滚珠裸杆生产线 看看台湾厂商是怎么样用一条龙的服务 坚持台湾生产的品质行销全世界 这样一颗的小钢珠不说你可能不知道 它就是自动化生产线上传动元件的主要材料 同时也创造了不少的出口商机 工作人员距今会审把一颗颗的钢珠冲填进螺帽里 数量和尺寸都不能出错 还要经过多次测试 确认可以顺利的快速旋转 是打造灵活机械手臂的第一步骤 大型吊车忙着搬运 让螺帽可以依附的滑胜螺杆也是一大学问 制程可以分为成本较高 但可客制化的研磨雕出螺纹 以及成本较低但较无变化性的 转造碾压塑型两种 最后再经过热处理定型 才算完成一组滚珠螺杆 转造螺杆的部分 一个月的产能 目前大概是250到300吨左右的产能 研磨螺杆的部分 大约是4500到5000米左右的产能 螺杆上面的螺帽的部分 大概一个月目前的产能 大概是10万颗左右 把成品安装在机台上 就像是能够自由伸长的手臂 灵活的夹取物品 任意转换方向的同时 也不会有发热与容易耗损的问题 因为透过特制的塑胶外壳 可以看到钢珠 实际转动运作的状态 滚动的钢珠减少了摩擦力 不但负重可以增加 滑动的过程也更为流畅 就算工作环境中的粉尘卡在螺纹上 还是能够正常运作 再搭配最新的四伏马达感应技术 快速精准到位零误差 就是因为具备这些特性 才能被广泛的应用在自动化产线中 要保持MIT的优势 除了生产与制造上 包括研发与设计也是相当的重要 要用一条龙的服务增加竞争力 透过专用的绘图软体 设计师帮每一个客户 打造各种不同用途与大小的 滚珠裸杆或滑毁 也因为客制化的服务 在全世界各地 已经有超过30多个经销趣点 光是一年的出口金额 就超过15亿台币 预计每年至少都有 一到两成的稳定成长 所以说我们的产品 绝大部分都是在取代 日本跟德国 以欧美他们比较先进技术 为取代对象 在产品的品质上 美台湾跟全世界是同步接轨 和海外的竞争对手相比 日本的零组线供应链 因为日币大扁 和台湾的价差 从本来的三到四成 降到只剩10%左右 但在成本导向的组装商眼中 台湾还是有价格优势 而跟中国大陆相比 虽然对岸价钱压更低 但品质 信赖度 甚至是售后服务 和台湾还是有极大差距 业者更直言 即使中国技术有进步成长 台湾也在同时向前走 只要人力成本持续攀升 自动化设备持续建制 有信心在几年内 才能还是会供不应求 未来五年将投入30亿扩充 预计产能将大幅成长 也要用MIT的高品质与服务 开创更多出口商机 记得祝算叶林凯 台北报道 全球科技大厂 齐聚堵城比拼新产品 英特尔公司 把最新的静聚感测技术 结合时尚 推出一套 可以保护私人空间的蜘蛛装 肩膀上的触角 只要感应到陌生人接近 就会张牙五爪地打开 吸引全场目光 而智慧穿戴科技 最新还可以用来提升企业效率 3D列印机 未来也可能是厨房里面的好帮手 盔甲一般的外观 吸引全场目光 CES展场里 模特儿身上这套蜘蛛装 不止造型前卫 还有一项最重要的功能 防范陌生人靠近 这套3D列印打造的盔甲装 领口上张牙五爪的蜘蛛脚 其实装上了英特尔最新的近距感测器 只要侦测到个人空间 遭到侵犯 就会自动伸长触角 阻挡陌生人远雷时半步 人潮再挤都不怕 你能看到自己戴上这套 可能是在亚洲 或者其他人戴上这套 不过另外一项传戴新科技 恐怕变成上班族噩梦 主要帮为公司的智慧健身手环 开发出新系统 只要员工一戴上 就能让老板完全掌握 员工吃什么几点税 号称能提高工作效率 where you can help large entities better understand how their entire